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内务府的侍卫把场子的契儿都抓了过来 要当着他的面杀掉 当时衙门调去的三个捕头 只有我一个人在场 说实话 我是看不上 那人亲而作要挟的行径 可你们大内帮啊 哪里有剩仁义可讲呢 我就是看不上 也只能看着 就在那时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 那人身形鬼魅 常见如虎 后来才知道 那个人就是内务府苦苦追击的赛外高手 几乎一顺就将数名侍卫尽数刺倒 可当时吓坏了 仓促间就乱了 结果抓起了场子的柚子 等在身前 大家要是 你 大乔 让人 让人让人让你 打开 让人让人让人让你 你听个事啊在探厅 让人让平成内务府的人 要是是冯州府的一名捕头 受命于他们内务府的 你受苦了 祂也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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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 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 大侠饶个人命 大侠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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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个人命 饶个人命 大侠饶命 我饶了你 谁饶他 大侠饶命 大侠饶个人命 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 那会儿可是曾孙啊 在人家高手面前 那叫一个屁股尿流 这辈子的头 在那一会儿都看完了 那个高手最终没有要我的性命 他跟我说 如果日后厂子和家人有任何不测 我都难逃也死 后来呢 之后四十多年来 我一直守口如瓶 所以衙门的记录中 从没有留下这一笔 你守口如瓶不是因为怕 我是得对得起那位 不杀我的高手 可你现在说了还对得起吗 对得起 因为厂子早已经不在了 厂子死了 是 那他的后人呢 恶不知道 早已音信全无 那你是否知道 厂子的老家在哪儿 厂子当年的家 那在冯州府借修仙的葱哈雷 大人尽管去查 反正啊 仍你是找不到的 清普通 多谢 告辞 大人 你 你不抓呢 你都七十二了 我难道还把你抓回去 置你个欺骗朝廷的罪啊 这四十多年来 你过得战战兢兢 这道八这些事 已经把你折磨得够 保重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真好 寄上 套舌柜 当别的地方摇去 这个兄弟 我不是教滑子 麻烦来个表 对付俗俩 兄弟 实在对付俗俩 公主 拿上 拿碗水吧 他们这是什么人 北方的兄弟 北洋 你是外地人吧 你不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 咱咱们山西境内 北洋是最大的 那阳门呢 阳门 阳门摔个球 阳门管不了的事 让北洋管 看他管的事 他还管不了 还得北洋管 北洋是老大 四爷也热不气啊 好 问一下 四十钻鞋怎么走 好 干吗的 几位兄台 他妈的 这臭药贩子给爷叫兄台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走走走 几位兄弟 走走走走走 走啊 你 我是大顾县衙补块 因办案图经此地 补头 你一个县衙的补头 来我山西做什么 这位兄弟 在下就是想打听这些 你在我这儿打听不着 就是这坟州的补块来了 爷也犯不着搭理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这衙门的衣服不错呀 正好 出去办案缺钱了 蹲在大街上都能要饭了 这位兄弟 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四十三鞋 四十三鞋 你知道什么是四十三鞋吗 想知道在哪儿 低头看看地 抬头看看天 你现在啊 就在四十三鞋呢 那正好 那正好 我找龙池 找谁 龙池 你们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 你知道龙池是谁吗 在下不认识他 是有一个朋友让我过来 走走走走 你瞎起什么哄啊你 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 不不不 你先帮我通报一下 走走走走走 什么回事 这位俊逸 我是王家路 大顾县衙的捕围 在下因为办案途经山西 有一位朋友 让我过来找一个兄弟 但是门口这些 却不肯为在下通报 麻烦问一下 你认不认识龙池 龙池 对 是四十三学标筒 将军 怎么会跟你一个 县衙捕快式朋友的 你刚刚说有一个朋友 介绍来的 他是什么人 引荐我的人 我也不太认识 兄弟 我看你啊 多半是遭难了 天津离山西不近啊 拿着回家吧 多谢 兄弟请留步 既然见不到龙池将军 麻烦把这封信 交给龙池将军 多谢 你可传国 你不扎厌检 你还能扎闹子吗 赖地山雪 是一个前景 你才相信 真难得三个前景 下次再把这种人 放进来试试 走走走走 付冲箱 天津 你要去那儿 三军 刚刚在盐门口 有个人被守卫拦着 他是天津大孤县 一个捕快 说是有朋友已见 要来见您 天津 大孤 这中尿敌方里的人 都能照当啊 咱是这种相来 跟着咱们俩魂翻尺的飞舞 一律不见 混走 混走 他有封信 说是引荐他的朋友 写给大人您的 我是看这封信的质地 有些不寻常才接下来的 郁板轩 却是一等上品大人 他人在那儿 刚刚在荧门外头 他人在那儿 看去 哪儿去了呀 那他正跟得人呢 那个叫花子 好像已经走了 叫花子 他可在那里归刻 赶紧去把他找回来 是 找不回来 我天下蹦了你 是是 走走走走走 张军 龙翅县帝 狮子者忘夹落 虽微一戒不快 却又度导菜市 可受谢君孝之志 欲其带兵 在陕西办案 此人缩刹之案 滚糊冲冲 先帝 需情力相助 好字画 好字画 大家来看看吧 您开始自画多好 就十五千 您就来一幅吧 不了 狗孟之道 独其别价 找到了吗 没找到 兄弟 那个忙着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 穿着灵溪服饰的人物 大概二十几个人 对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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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初凯 兄弟 兄弟 我们专门来找您的 请您回营 我们将军 正等着您呢 将军 佳陆兄弟 再上楼车 刚才多有咱们 太寒 太寒啊 王家洛 见过将军 没那么多规矩啊 兄弟 这一路看来 很是辛苦啊 颠狱 要 赶快带贾洛兄弟 洗个澡 还剑衣裳 将厨房备烟 给贾洛兄弟解锋 兄弟 这可都是陕西的偷小菜呀 尝尝 尝尝啊 多谢将军款待 来 这个是找的在归客的 你先来 那兄长 在心中啊 把贾洛的事情已经说了 咱转他顺利做 从今天起 贾洛兄弟 就是咱四十三协的人了 真是 别挺别挺 这个关键呢 贤俊潇先给你 刁牌三十个士兵 全程有你智慧 也方便你 差恩追手 果真如此 那真的是太改叶将军了 来 将军 这儿吃啊 这三十个人哪 是你随时待着用的 如果需要 随时赠至 三百人 贾洛兄弟 你对陕西不熟 冰面你也没咋呆过啊 是 我打算 再给你还一个副官 方便你在陕西做事 丁羽 你走辅助贾洛 协助他查恩追手 丁羽 听候佳洛兄的差遣 多谢丁羽兄 父亲一路颠簸劳盾的 要不要先休息休息 不过是坐两趟车罢了 有什么劳盾的 王爷 刚刚下人告知 日前内务府总管存卿大人 差人送来一样礼物 存卿 这是什么呀 存卿大人留话说 他偶然得到了 欧阳巡的早年抄本 知道王爷你喜欢字 所以就专门呈上来的 都说内务大臣 存卿文桃武略 果然不凡哪 父亲 这是有何用意啊 庄子列玉寇有云 朱平曼学屠龙于支离异 但千金之家三年继承 而无所用其巧 存卿是以庄子的话告诉我 咱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就是想要屠龙 可屠龙之计呢 根本无法施展 他不可能给我们留有用武之地啊 内务府奴才里 还就是存卿有点能耐 只是他认不清时局 若是他愿意跟随我 也是件好事 道夫啊 书房阁架上 应该有一把黄花梨的凋零扇 是 是 王爷 这是前年胡广总督孝请您的 好东西 让人给存卿送去吧 是 坐 没明白什么意思 知不知道有句话 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知道 如生俗世 实时务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卧龙奉厨 这句话 出自三国志蜀志 卧龙拿的就是凋零扇 存卿好毒三国 他立刻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父亲您的意思是 让存卿懂得实时务 我以此强硬姿态回应 又表露愿意 招贤纳士的态度 就看存卿这个奴才能不能想明白了 父亲您果然高明啊 这次我到上海和法国 英国的领事都有接触 他们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 一旦政变成功 我重组大秦内阁后 各国会迅速地 给予承认 那可太好了 只要他们愿意承认 那起码在国际上 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当然要做到名正言顺 一切都已经准备周全 只等启示 海潮啊 咱们两个将改天换地 龙将军给你的这个住处 住得还满意 这房间实在是太大了 龙将军也真的是挺客气的 你说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儿 岂不是太浪费了 我实在是受不起 家洛兄 你现在是邪军校 是呆饼的大人 又啥受不起的呢 坐 家洛兄 现在咱们有查的案子 该怎么做 都听你的 案子我还没什么头绪 只是在想 要先找到卓不凡 和容田令一行 他们 都在山西 对 在山西 这好办 家洛兄 你告诉我那帮人 有什么特征 他们是从灵溪来的 穿的服饰和我们汉人满人 都不太一样 比较明显 而且说话有奇怪口语 文首的掌门叫卓不凡 麾下有余焕杰 秦驼等二十几人 其中还有两名女弟子 现在小心啊 他们每一个武功都很高 家洛兄 你放心 他们有武功 我们 有墙 在山西这个地界上 四十三鞋 要召几个人 那还不是容易地恨 你先歇着 我这儿就派人去查 多谢了 兄弟 来 这里是 戒修县底下村子的户籍部了 三个村路 共有四百余户了 咱们不知道铲子的本名 怎么查下去啊 怕是毫无用处 哥大兄 还是明日走一趟戒修吧 哎 沐清秀 今儿个前幕头说的 那个赛外高手 是什么呀 我一直在想 想了很久 这个赛外高手 应该就是谭仙 在上海饭店墙上所写的 菩提传人 若他是南少林菩提院手作传人 有这么高的功夫 也就说得过去了 这二人的关系绝非寻常 铲子就在此地 菩提墓学的线索也指向此地 所以这二者必然存在关联 好 回来了 一直跟你爹谈事情来着 怎么样 上海玩得还开心吗 本想去租借买些洋装 去看了看 没什么中意的 也就作罢了 婚礼热闹吗 都不能说是热闹了 简直是过早 那应该挺有趣的吧 有什么趣啊 一个乱子 你在上海这些天 却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能有什么趣事 还不都一样 是吗 是吗 我听说 那个想门三刀的前些天 好像也在上海 与我何干了 我就随口问问 怎么了 这都不能说了 十几年前的故人了 早就已经生疏 还替她做什么 那你要是知道她还在上海 就不会想法子和她再见上一遍 我有些累了 先去休息 怎么这就累了呀 我坐了一天的车呢 好 夫妻小别 英盛新婚 你对我就一点想念都没有 我是真的累了 我要休息 那我要是不提门三刀 你还要不要休息 你还会不会累啊 为什么我给行门三刀 你就会提 你倒是跟我说说 他这个人我怎么就不能提了 还是我一提 你就难受 你说呀 跟我说呀 涂密不争唇 寂寞开最晚 这几句话是你当年跟我说的 你记得就好 这个就是涂密花的种子 你把它撒到土里 不日就可见一朵朵白色小花 很是美丽 你还要不要 你还要不要 皇上 皇上他答应了 但是他跟我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变法 待变法成功之后 他就亲自为我做主 向王爷提棍 皇上他答应了 皇上他真的答应了 太好了 我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要不先送你回去吧 我不想走 我想跟你再多待会儿 不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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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收脚来的禁书 禁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邹荣 已经被朝廷治罪了 这书是不能看的 看了就是谋反 就有罪 可是我 不过幸好你在我这儿看的 怎么看都没事 那柜子里边都是收脚来的禁书 你想看 随便看 报告 进 王将军 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给小不快做扶拐了 将军民事 坐 不 王家罗嘴叉什么杀人凶兽的事 不是拐劫 拐劫是荣铁灵也行 要嘴叉得精泰秘藏 精泰秘藏 是什么东西 签哪 这笔曲宽 非同小刻呀 将军的意思 不是恶的意思 那是 我跟你说 王家罗那的那缝心 是个大人物写的 必要最大的人物啊 王家罗说的那个胖子 难道是 停 别说出来 够了 明白 属下明白 之所以让咱们四十三血的人 帮助王家罗 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简视割路躲暴的人 既然这笔钱 谁拿到了都不死后死 那不如让咱被养拿到 被养要死拿不到 谁也别想拿到 他王家罗嘴手 你走跟他追手 追荣田里的嘴报呀 你不惯王帝报抓人还是金总 你反正只管盯着 密藏的踪迹 不得优势 属下明白 来 扎门 手 怎么样 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这是去哪儿吗 泽州 此次来山西 除了寻找菩提墓穴 还有一件事 必须要去做 就一个人 我们天亮前 必须赶到泽州 在这儿等着我们 走 就在里边 就是 我们进去吧 我们还不知道 里面的情况 你在这儿等我 我自己进去 可是 你在这儿等我 放心吧 那你一定要小心 好 什么人 叹咱山闯大佬 上 什么情况 我 行 我 我 我 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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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秦驼 还是唐宇 师傅 弟弟是秦驼 我离开的时候 你还是个孩子 死三 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 唐宇那会儿才三岁了 师傅 唐宇已经不在了 诸事无常啊 师傅 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龙天剑派 所以依然居然去往了中原 但您走了几年之后 突然杳无音讯 师傅他也甚是挂念 多风打听还是没有您的消息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 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 我已是风足残年 出不出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师傅 您言重了 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 有您在 门派才有主心骨 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 这事说来话上 我们先回去 路上慢慢跟你说 师傅 师傅 我幻姐终于又见到你了 又见到了 又见到了 幻姐 快起来 师傅 没想到 你都这么大了 弟子恭迎师傅 恭迎师傅 起来吧 都起来吧 都起来吧 大师兄 师傅一路老累 就好好照顾照顾 大会儿先出去吧 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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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门 谢谢 大师兄客气了 Ping 你 语唤杰 他 今天怎么 怎么有点反常 是吧 对 你知道我这个大师兄 是怎么来到容天建派的吗 其实他是个弃依 她是被莫坤师伯捡回来的 莫坤师伯把她抚养成人 他们情同父子 师伯怕自己不忍心调教她 才让她败在师父门下 她小时候的剑法 是师伯和师父一块教的 若不是她天赋不如我的话 剑法肯定会比我高出许多的 我刚刚听你们说 莫坤师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走了 她为什么要离开容天剑派 当时剑派还在灵溪 不被天下人知晓 更不被认可 所以师伯当年就毅然居然去往中原 就是要闯出一番名气来 若说到武功的话 师伯的武功比师父还高出一些呢 比你还要高吗 是啊 自有容天剑派起 你的剑法无人可及 谁都不如你 那 莫坤师伯为什么会在牢里 他当年去往中原之后 突然杳无音讯 他的消息还是齐心王告诉我的 这也是我跟齐心王说好 帮他找宝藏的条件之一 当年师伯去往中原之后 的确让更多人认识了容天剑派 因此也结交了很多武林上的朋友 他失踪是因为当时在武序变法时 出手帮了维心派 但变法失败之后 他就被当作乱党缉拿 最终不幸 在山西被俘 就一直囚禁在泽州大牢 若不是此次我们把他救出来 他恐怕要在狱中中牢了 莫坤师伯 备份比米高 和于幻杰又情同父子 他们会不会 不会 之前于幻杰根本不知道 莫坤师伯的下落 我若有此担心的话 大可置之不管 我既然选择把他救出来 就不会顾及其他 更何况 莫坤师伯根本不在乎掌门之位 要不然他当年怎么会 毅然决然去往中原 让师父来做这个掌门呢 而且有师伯在的话 于幻杰多少会有些收敛 你为什么不跟莫坤师伯提我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怕说完之后 他心里会怪罪师父 你是怕他怪罪你师父 当年的事 你没得选 我们都没得选 那你怪你师父吗 有我怕他 你怪我 你是怕你的 我都没得选 有我怕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师父 没有她就没有我 也没有你 你让我怎么怪罪她 要是你早日成为掌门该多好 你怎么怪罪她 学恋间风筑刀 生一身棱角 心若还魂如桥 生多少年少 谈一生缘渺遥 曾伴生了道 江山拙谁人笑 莫付年华莫付今朝 长花是梦荒凉 甘洒着雪写春秋不枉 难愁之中虚妄 心病是年着雪阳 一生一世草木依旧 人生只何处银似飞鸿 逆风转枯树寒 夏冲也不可欲敌场 烧花之梦荒凉 甘洒热血写春秋不枉 难愁之中虚妄 心病是年着雪阳 一生一世草木依旧 人生只何处 一丝飞鸿 一生一世草木依旧 你疯传空属寒 夏冲也不可欲敌场 夏冲也不可欲敌场